要說在各大商圈都可以找到的餐廳 而且不用擔心有任何出格的餐點 那麼就非小丸子料理莫屬了 若是在重慶待上好幾年 應該都有見識到這間餐廳發展的軌跡 而且每一年只要走進店裡吃上一餐 就是那回憶中的味道 簡單純粹的美味不曾改變 直到現在小丸子料理的店越來越多 客人也是以倍數成長 要是你在路上隨便抓一個人 或許他就曾跟你坐在同一個位置 享用同樣的美食呢